台东池上与关山等重谷地区所生产的稻米早在日治时期就剖腹盛名 建立到现在110年的关山大镇正式幕后工程 为重谷地区的农田带来干净又没有污染的水源 透过镜头一起来认识关山大镇 每到了稻穗收成的时间 走在花东重谷里到处都能看见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穗 随风摆荡 翩翩起雾 台东池上关山等地所出产的稻米 早在日治时期就拿来当作敬献给天皇的贡品 也因此得了御用米与皇帝米的称号 造就当地优质毫米的关键莫过于池上大镇 自1907年引进悲难溪水开镇以来 为地方上的农田带来干净又领污染的水源 至今已默默的为地方奉献110年了 关山大镇它建峻已110多年了 它在1907年的时候 就是从前山这有数十个汉人来到关山的地方的时候 看到这个非南西的溪水非常的大 应该可以开墾能够能够来到这边安居乐业 所以当时开墾的时候只有30公顷而已 那时候经过日治时代的时候 日本人有把它拓宽到300公顷 但是因为战争的因素 后期日本人没有办法继续再给我们 把关山大镇再拓展只有一直维持300公顷 甚至废掉了 到了民国37年 国民政府赤字来把关山大镇重新整建 然后经过十年的时间 从新济开新开的进水口 把整个关山大镇整个的灌溉面积 从海断乡的出来 经过关山 一直到瑞源乡的 这个陆野乡的瑞和村 瑞源村 整个灌溉面积达到2000公顷 是这样子来的 管理当地灌溉水渠的农田水利会 也为了表达对水源的感谢 每年都会在水利公园 举行跑水的传统仪式与祭典 祈求地方没有水患 使稻米能够经营剔透 粒粒饱满 让地方的稻米维持优质毫米的印象 记者韩启伦 廖婷珊 关山镇报道